我们刚刚讲了 沙翁四大悲剧之一的马克白 我们现在来讲一个喜剧 你们今年也邀了一个很可爱 叫做威尼斯商人 没有错 其实这个作品要来的时候 一开始谈它是 它在艺术节当中意义比较不一样 因为我们很希望高雄的 在地的表演艺术学生 我们有中山的聚一系 有素科的表演系 有中华艺校 我们希望这些学生 他可以跟国际的 学习表演艺术的学生交流 所以我们一直在思考着 要怎么样去引进这样子的 一个国际的表演艺术学生 来到高雄 刚好我们在2013年 也完成了一栋实验剧场 在非常大家都常去的 博物艺术特区 所以一切的缘分聚齐 我们就邀请到了 英国苏格兰环家艺术学院的 戏剧系的学生 这其实是他们的年度制作 我们是把这个年度制作邀请来 对方也非常希望能够到 台湾来做交流 所以这一个作品 英国也有补助所有的学生 跟导演跟老师们的机票费 所以就在这个缘分具足下 他们就来了 我非常喜欢这个作品的 特别的地方是 他们一开始是要全南版 但是待会大家可以看到 精彩片段里面 会发现有一两个女生 因为他们还是有做一点修改 但是他们还是很特别 所以我们可以先给大家看一下预告 好 我们先来看预告 走 看一下预告 就是要怎么做的 等会儿 走 狙你 走 走 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他们用非常现代跟前卫的方式去诠释里面每一个人的关系 但是其实在里面有的轴线里面包括男女情爱 他们又做了一点转换 所以他们放入了非常多的同志情节 他们用同志情节在诠释我们知道威尼斯商人里面的那些关系 就是你跟我的太太 我跟你的太太跑掉之类的 等等的这些段落 他把它去做了一些转换 所以他的剧情跟我们想象中的威尼斯商人也都不一样 因为我们有讲说他也做了一个很大的超义 所以大家要进来看看你就会觉得好像真的是完全不一样 这是他们学生的毕业制作 学期年度制作 对 你可以看一看别人的英国的学生怎么他们的 怎么去诠释莎士比亚经典的作品 而且他们真的把它弄得非常非常的浅味 大家可以看到预告片里面他们全部都是穿西装打领带 跟我们想象中的那种比较古典的莎士比亚斯不一样 对 其实眼尖的观众还可以看到刚刚影片里面 因为闪过一个女生大家可能很眼熟 以前演过那个电影哈利波特里面的 没有错就是张秋本人也在里面 不过听说他好像因为行程还有档期的因素 可能没有办法来到高雄 这一次的演出没有来 我们也觉得有点可惜 不过希望未来还是有机会 但是很希望学习表演艺术的朋友 他们都可以进来看看 英国的学生他们怎么样去解读这样子的作品 好 其实今年高雄春天艺术节的作品好多很精彩 对 非常的多 我们还讲不完 所以我们明天会再继续聊 高雄春天艺术节 谢谢大家 让我们可以有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这个艺术节 OK 谢谢 谢谢少人 谢谢